狂飙演员征战红毯 看看到底谁最狂 一米七八的张义身着黑色西服低调亮相 要说不愧是当过兵的警察 走路的气势就凸显出正气凛然四个大字 张颂文一身西装帅气出场 在张颂文身穿黑色西服缓缓登台 上来就有一种无形的气场 有没有一种高启强正在慢慢靠近的压迫感 孟德海的扮演者张志坚 戴着一副墨镜就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 旁边还戴着一个高晓晴 这气派难怪剧组老让你演终极大佬 大嫂出场全体起立 一米六八的大嫂高夜 一身黑色西服上台领奖又拽又酷 不愧是黑老大唯一爱的女人 这气质是真的没得说 徐中徐组长扮演者无纲低调亮相 发言时瞬间有了老干部训化的姿态 果然这几年的扫黑剧不是白眼的 韩同生尼大宏一起上台领奖 泰叔尼大宏起身是一瞬间的眼神 就有种让人不含而立的感觉 不愧是金海初代非社会头目 不过你李友田不过是莽村一个村长 有什么资格敢跟泰叔拥抱呢 再来看看我们饰演女主梦玉的李一彤 踏上红毯的她一代剧中的甜美形象 穿着修身连体裙大秀好身材 虽然没让人感到一眼惊艳 但优雅中略带一点清秀的微笑 总让人感到回味无穷 给你怀抱的暖暖满沿过山岗 谁把红尘一转一瓦起成长 让蓝蓝桃花盛开到星光 两明的世界望一轮月光 我用手指不崇敬的弹抱 我用手指不崇敬的弹抱 谁把红豆一丝一缕抹成像 让相思从风吸你一尘墙 几红不染 温柔的藏伤